结婚是特别神圣的事情,这天新娘要穿上美丽的婚纱,将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付给另一半, 互相照顾,相扶一抹,一起走到白头,相信每个女孩都希望自己美美地走进婚礼,留下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,结婚时有任业人员全程拍摄做成录像带,但是这种视频,总是没有婚纱照看似方便,家里面都会挂满两人照的婚纱照片,别人来家里面串门,的时候也都能看到,见证两个人的幸福, 每个女孩都希望能拍个美美的婚纱照,而且在这方面都换人舍得花钱,经常去海边,去大草原,跑到三亚,为了人生中重要的货纱照,不惜东奔西跑的奔波,而且,现在的摄影视纪数也挺高,而且图片的后期修改也很厉害,这让人非常的佩服,经常看到长得猪头, 是个女生拍出的婚纱眉眼芳华,让人羡慕,最近有一对新人,李女士和自己的未婚夫,也是想要拍出美丽的婚纱照,两人经过慎重的筛选,最后选择了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家婚纱影楼,跟摄影师说了自己的需求之后,就不远万里的坐车去了海边, 到了之后,摄影师设计了好几个拍摄创意,其中有一个天使的创意让李女士很喜欢,在拍摄的时候,李女士背着一双翅膀,全程都站在一个梯子上面,服侍着未婚夫,就像天使从天而降的感觉, 但是最后做出来交给李女士的成品,却让李女士非常的不满意,并且要求退钱,闹得很不愉快,到底是因为什么呢? 接下来继续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